所有的期待都给踩碎 但你怎么觉得 后面这孩子后面肯定有点伤 没想到 结果什么都没有 最后就宝宝贝 接下来就牵手了就给 必行 那个 大红还获得了两个 给你笑颜的拍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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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红进入等待区 好 我这场比赛的表现 有一些紧张 我声音有点抖 用尽了自己所有的能力 去写这篇稿子 我觉得只要我 尽全力写就好了 我自己已经满意了 好 我们接下来这一位 去年差点一鸣惊人 今年确实一鸣惊人了 淘汰了去年的对手 是兔维赛第一个 登上天花板的演员 掌声欢迎布京云 大家好 我是布京云 下去了一个萌妹子 上来一个老嫂子 看到拉红这么可爱 让我不由地想起了 我的老公 我当初也是看上 她的可爱单纯 那我哪能想到 有的人 能单纯一辈子 我们两个在一起十三年了 我俩是校园恋爱 十几年前谈恋爱的时候 电话费特别贵 但热恋中的情侣 永远都有说不完的废话 我老公也想跟我腻外 但又不舍得花钱 就想了一个好办法 给我买了个对讲机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那些个社友们 谈个恋爱都好羞涩呀 躲在被窝里跟对象通话 我就没有 我谈恋爱真的光明正大 我拿个对讲机站在我们宿舍的窗户跟前 一到晚上 她就开始向我发送爱的电波 动摇动摇 呼叫动摇 想我了吗 收到回复 over 我在这边 真恶心 也想你over 有一天晚上 约我出去散步 我走到我们学校的一个小树林旁边 靠树在那等他 等着等着 突然 我的包里传来一个特别大的声音 子出来吧 出来吧 我看见你了 结果我还没有反应上来呢 那个小树林里 陆陆续续出去了 四五对 我感觉别人在外面 才是情侣漫步 我俩在学校 那就是保安巡逻 陪他巡逻完 他还要把我送回宿舍楼下 每一次 都特别有耐心地 把那个对讲机 帮我调 调半天 因为那个东西 你要是不调精准 他就串台了 两个人的爱情 不知不觉就有其他人加入 有一次 他用对讲机发出信号 让我十分钟后去操场碰面 我到了 保安们也到了 人群中一阵骚动 其中一位大哥拿着对讲机后 谁啊 啊 谁刚才通知大家来操场集合的 那一刻我顿悟了 原来爱情 真的会呼叫转移 我俩恋爱十周年那一天 我老公下班回来 送我这么大个盒子 我当时好感动呀 我说 终于熬到他开窍了 结果我把礼物打开 我当场疯了 我问一下你们 有没有见过一种东西 叫水溶性毛笔字铁 我说这什么 我老公在旁边一脸欢喜 哎 媳妇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可神奇了 我给你演示一下 然后他抠出毛笔 沾了一点水 特别羞涩地 在那个布上 给我写了一个爱字 然后过了三秒 哎 消失了 对 哎 消失了 我当时都气懵了 他还在旁边 哎 媳妇 快看 哎 没了 我说对 我的也没了 我前两天回了趟家 把毛笔字铁这段 讲给我妈听 我妈很生气 说哎 妈问你 你为啥不把脱口秀 跟咱陕西的琴枪器 结合起来 我说妈 脱口秀拿琴枪奖 这不行吧 我妈说咋不行 你那节目上 弹吉他的 打快板的 咋不能唱琴枪戏 我说也是啊 我说那我也不会啊 我妈笑眯眯地站起来 那你问对人了 妈给你教 你记住这三点 第一 你情绪激动的时候 不能光靠声音的大小 来表现 你得加上手势 你要这么抖呀 第二 在台字上啊 你得学会走位 小碎不想后退 就丰富多了 对不对 第三点 最关键了 咱琴枪演员 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什么 你把头发甩起来了没有 我说妈 我就怕这样演 有点尬 我妈说怕尬 玩什么脱口秀 听妈的 就用琴枪 所以朋友们 如果要是按照我妈的那套表演方法 刚才我老公送我毛笔字帖那一段 我就得这么演 哇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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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 哦 你这总的 是什么呀 你的爱 它咋就 消失了啊 是 over over 好谢谢大家 谢谢 不经人 三 二 一 请锁票 不经人今天演技段实验性比较强一些 就是 你就看着他 琢磨这事怎么办呀 琴枪错过笑 可以 我觉得琴枪这个是创新嘛 谢谢达老师 就是那个先锋人物 还是要支持一下 厉害 因为其实今年 大家那个后台 脱口学演员 对不经云都是非常期待的 对 上回那炸场炸的 哇 好厉害啊 但你这段 你自己感觉呢 刚刚这个 我感觉还挺好的 但是现场效果没有那么好 我因为我是第一次看 不经云的表演 我要 我要先 第一次看啊 我就是要先进去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风格 建立一个认识还是的 对 琴枪 那肯定的 超越是琴枪达人 好像 有吗 你刚才学这个 这个还挺好玩的 那个甩头那个 其实不经云这段是在好多地方 我是看过你演过的现象 今天确实 不知道怎么就是差一点 现场效果感觉是没起来 对 但是我感觉我就是表演的还 对 你演的是没毛病的 尤其那个串台宝安那块 那个挺逗的 对啊 对啊 谢谢不经云 恭喜不经云 获得一个拍灯 进入等待区 好 谢谢你们 就是我妈教我唱琴枪那段 那段其实我去年就想讲 我今年就是第二轮了 我就讲一下我自己想讲的那段 我今年就想讲一下